Lun f 脂肪腔它一開始的設計理念 就是要去克服一些傳統補指上面 產生的一些缺點 傳統補指上面它的缺點是來自於哪裡 我們用手推住的時候 手的施力的大小會不一致 其實是每一個地方它的鬆緊度 還有組織的厚薄度不太一樣 所以壓力程度不同 那醫生用同一個力道在輸足的時候 有的地方就會很大顆 有的地方就會很小顆 或者是你不想補那麼多的地方 補了太多 想補的地方沒有補到 這就是以往傳統補子 衍生出來的一些問題 那補子腔它其實就是利用 機械的方式去定量輸出 每一個脂肪顆粒的大小 那你就可以落點很精準的打在 你想要打的地方 而且是像有一些地方 例如說眼周 它的皮膚非常薄 你沒有辦法就是容忍錯誤的範圍 你必須要很小顆粒很精準的 放在每一個你想要放的地方 在這些眼周皮膚較薄的地方 我們就會把脂肪腔 轉到它最細微的顆粒 也就是兩百四十分之一 下去施打 那意思就是每一CC的脂肪 我們需要扣兩百四十下的扳機 才能去完成一CC的填充 那各位可以知道就是 其實就是慢工出細活嘛 打得越細 你的工就越細 然後你的結果一定就是會越好 消費者的滿意度也會比較高這樣子 今次要找到了 10月15日 20年 20日 最終目搞的 20日 20日 21日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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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